我們擺口的廢人不理 香港政府我們不希望廢的 但是李家超為了令到香港政府在職效上做得好 他有一個職效指標或者關鍵職效指標的要求 關鍵職效指標的要求 是目的令到香港政府的不同部門和官員 可以共通地推進李家超這個施政報告裡面的內容 這個本來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不要看這個職效指標的KPI李家超想出來 因為新加坡和南韓政府 是首先在亞洲區的政府推出來的 然後台灣、日本各個政府都在做 香港政府完全沒有說 是被人賣了十幾年 人家最初由一些非常初階級的職效指標 來到現在已經是一些策略性的指標 並不是那麼低能的指標 人家已經做得很好 而且對於公務員的升遷 整個公務員系統 或者官僚系統的表現 其實都可以牽動到 但看看李家超的一個職效指標 認真低能 好像幼稚園級別一樣 我拿了明報 明報有一個制圖 大概十幾項指標 讀一讀給大家聽 在內地辦事處2024年之內 造訪內地機關或組織不少於3200次 出席活動發表演說不少於270次 接受傳媒訪問或舉行簡報會不少於330次 參加商貿會議不少於800次 海外經貿辦是2024年的目標 造訪當地政府組織不少於2700次 派官員公開演說不少於1000次 接受訪問舉行簡報會不少於1100次 舉辦座談會、展覽會、討論會和宣傳推廣活動不少於1300次 推廣憲法、基本法和2024年之前 推廣活動不少於700次 活動參加人數不少於90萬 網上宣傳瀏覽總次數不少於2500萬 地區事務、事務、事務、統籌工作組說 環境衛生黑點在2023年底之前減少450個 另外老鼠鼠壞黑點在2023年底減少一半 另外防委會清潔行動每年最少500次 這些職效指標是否低能? 你是不是幼稚園? 你這些公務員有多少錢? 公務員工限定兩筆以上 高級公務員工去到40萬 即是首長級 現在問責官員工去到40萬個月 由2萬到40萬個月 在香港來說是人工最高的組織 是高薪養年兒人工最高的組織 理論上這些全部都是香港的平均標準以上的人 你把這樣的指標出來不是吧 多少次多少次? 你現在回幼稚園嗎? 接受傳媒訪問不少於1100次 甚麼事呢? 接受傳媒訪問是否等於可以說好香港故事呢? 可以說好政策呢? 是否訪問得多 政策自然很鏗窗很清晰地可以和市民交代呢? 是否等於政策可以完善呢? 又或者是有些更搞笑 環境衛生黑點在2023年底之前減少了450個 數環境衛生黑點減少一半 那你任你一定的 我如果做到目標很簡單 全部減少數環 全部把數環境取消了 就減少數環境衛生黑點了 或者蚊又怎樣呢?沒有蚊 蚊又怎樣? 蚊的指數是否有要求呢? 有些其實是本身有指數的index 是本身已經有科學的計算方法的 你看到政府是完全避開了 是完全避開了用一些科學理據 用一些科學制度去計算的績效 本身已經有了 譬如溫環指數 好了 養蚊產卵指數之類 他不用那些指數 不用 因為那些他有機會做不到馬 他用什麼呢? 鼠壞黑點 你喜歡把黑點減少就行了 那些老鼠難道真的會減少嗎? 我不相信 老鼠減少不可能 老鼠會不會跟你這麼friend 不如在衝完街街市 你就去一半地方 你一半就不要來了 你在一半地方活動 那我衝完街市本來兩個黑點 我減少黑點 因為你不活動的地方 我就沒有黑點這樣 這些根本一看下去就很荒謬 很荒謬 我想出來的人都八次 再加上公務員用了這麼多人工 如果你想做好自己的工作 想朝著政府施政報告的目標去做 是不是等於你接受傳媒訪問多幾次 或者發表網誌多幾次 或者你跟拜見拜會 一些不同組織或者不同政府的部門多幾次呢? 那就代表你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 即效指標 是希望背景 是希望做到香港政府本身設定的一些目標 譬如房屋 設定的目標 就是要將兩年內 將公屋和後策封頂 即時間封頂 不是人員封頂 不是排隊封頂 是將時間封頂 這些是科學一點的 因為計算出來的 是因為你要建公屋 建足夠公屋 或者建足夠的中轉房 以及足夠現在的簡約公屋 而可以做到的比指標 那為什麼這些不是一個具體的指標呢? 這些指標其實低能到 推廣活動不少於七八次 大哥 你在街上放兩支旗 然後又叫做推廣 或者掛一個橫架在街上又叫做推廣 這些做完之後 我相信只會不斷浪費公帑 每一個活動都是公帑 不斷浪費公帑 而根本是改善不到施政的質素 完善不到的管理 這個基本上 這個KPI 這次我看來 雖然我未看完 110個KPI 但基本上 你現在讀了十幾個KPI 讀了十 讀了十四個KPI 這十四個KPI 基本上都是低能的 都是白癡的 我們不是請幼稚學生回來 要求他一個星期 或者一天要跟我做幾樣東西 或者要做幾多功課 要寫幾多頁 不是這樣 我們要求公務員做到一個 就是他真的明白自己要做什麼 真的明白整個部門有什麼方向 然後朝著方向去 結果這個指標基本上 這次很明顯是低能不合格的 做到立刻指標 接著可以上榜 李家超就表揚他 直到低能 難道一位官員 他講話很噁噁噁 對政策都不熟悉 但是他就開了一千場 政策專講會 或者他做了一千場 推廣活動 接著因為他超越了 遠遠超越了KPI 所以他上了李家超的風神榜 將他成為一個可以表揚的公務員 不是這樣的 你要看它的效果 KPI本身的效果 不是看你數數字 不是低能兒童 我今天數了十個手指 我今天吃了十碗飯 或者今天我抹了十次桌 不是這樣的 好嗎 好嗎